在古代人的观念中 艳丽的东西都不太安全 而丹顶鹤头上那一抹鲜红 成为了人们恐惧的根源 而据现代研究者试验 丹顶鹤头上的红色部位并没有毒性 真正的鹤顶鹤是不纯的三氧化二身 俗称P霜 鹤顶鹤是古时候对P霜的一个隐晦的说法而已 丹顶鹤的幼鸟是没有丹顶的 只有达到性成熟后 丹顶才会出现 因此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当丹顶鹤死亡后 其丹顶就会渐渐地褪去红色 继续 继续 继续